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没想要自己认识 要怎样就要顺利 因为我们感觉很困难 主佛菩萨 没有这个不是行顺中生 中生要做座压 佛菩萨顺利去做 做座压就当然要对于恶道 佛菩萨真的有耐心感慨 恶道是什么呢 恶道是小恶压的所在 他这个小恶压 恶压消去后 他出来就能接受 有一些人在乎要受福 想求福菩 后来水顺利 让他去受福菩 福菩太多了 所以要去哪里去呢 去天上去 天灵福菩大 后来地下的丹台 三仙道是小福菩的所在 三福菩是小罪压的所在 隆重也在消去 你的心才会清静 清静心才能够恶福 所以佛菩萨有两句的在说 富菩薩豆兰 为什么离乎不太大 最爱他修行 边间 客豆兰 他坐在那里清党 最后 最爱他 客豆 这无行孙子 为应你啊 就要有 很大耐心 去丹台 但到 也最后 都小得差不多咯 慢慢精神咯 福菩大也会买啊 丹中当是买啊 福菩大也会买啊 美丽不觉 佛菩萨性贤 对于也是足手无策 只有丹台 行 是无条件 应我来顺着重生 特别是 在今天这个社会 我和中国 我相信都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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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都没得到现在三百年了 经一百年 影响不太大 第一百年就有相当 沉重的影响了 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对性贤的教育 所分 没得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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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这个地区也有相当 两百年 中国政府是 主席太后接政啊 主席太后对 中国传统文化 高兴先贤 没得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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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青 共产党内民 对开构 应该是空虚时 建立的制度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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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专家 学者 在共产党内民 到学 上区啊 对方 席太后 文武百官 在学习 而且 共产党内民 非常严谨 他学什么 说你学习 共产党 让老师 让这些东厄 来批评啊 学得这么严谨啊 这些工业 教材 都是数学里面 有啊 数学里面 不准对啊 我看他的修部 分啊 看他在共产党内民 是在说什么啊 在说什么 这个制度 一直到寒风 寒风 死了 好心 过碎 当地啊 是 这上 是 主席太后 在这政 把这个制度 汇毒了 不过要求 这些 学质来 学质来 宗内民 来去工学 国家大师 是要怎样呢? 他真的就是在灭心, 咳基乎乱, 主席太后真的变成一种, 国家大叔都请鬼神来资党, 应该是要怎样来做, 就给国家做梦了。 因为传统文化所分, 国家没有东西人民, 就会散漫咯。 万千万国之后, 有近年还是一百年咯。 这一百年, 如果做的人都没有咯, 连说的人都没有咯。 所以现在说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说到如此, 一般人都非常喜欢,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电脑不如外国人, 我接受很多外国人, 说到传统文化, 他们都能够了解一点, 到国来没人知道。 这没能过的人啊, 这都没能过。 这是两三百年, 列宿造成的。 所以, 所以, 我们就要有佛祷, 分顺中心, 顺着它, 慢慢来提醒它。 谢谢。 谢谢。 谢谢。